我们现在准备打车去吃饭 请这个小姐姐吃个饭 琪琪呢和她朋友也来了 免得遭误会对不对 我还想后面继续玩呢 那今天呢是吃个中餐 也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自驾去游了嘛 还有一个新认识这个小姐姐也说 好久没吃了 走吧一起去看一看好吧 新认识的朋友啊 跟琪琪成了好姐妹 可能是她要看警吧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打车啊 在土耳其做了公交系统 我们试试打车四公里左右 能够花多少钱好吧 好现在我们打车出发了 我们用的是土耳其的一个本地软件啊 是朋友帮忙叫的 没有用Uber啊 啊谢谢啊我看一看啊 哎这个看不清楚 叫B-taxi B-taxi B-taxi是吧 反正也就这样了 我们在土耳其待不了多久 昨天你知道我同一个4.6公里打车 花了多少钱吗 120里了 这么贵 对啊 4.9公里 20里 对啊 60块钱 是啊 然后那个他就说120里来 我没办法我着急嘛 你不是不在吗 哎呀 觉得我觉得像打车的话 还得上他们这些请教本地的 用本地软件 Uber都不可以 因为有人跟我说 Uber你到了之后他会取消掉 这就是说打车的一个一个一个事情啊 这个姐姐小姐姐也是不会这个土耳其语啊 她就就就就就就就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Oh good 嗯非常棒 Money K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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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hi Kata Oh不行 我也忘了 哈哈哈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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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roblem 没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叫四七这个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 没问题 啊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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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说的 哈哈哈哈 你别调戏了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我来对不对 哎呦 恰我干嘛 谢谢 二十五里啦 谢谢啦 拜拜 用这个土耳其的打车软件是真划算啊 同样的里程我们省了一百里啦 当然我们毕竟是游客啊 不可能做到像他们这样是吧 熟悉当地的情况 我们也就是说综合对比一下啊 能省则省是吧 不必要的开销就没必要去花了 好了跟着他们去走吧 这两天土耳其会有三十四年以来 最大的暴风雪啊 我们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今天已经一天下了三场了 现在我们担心明天的飞机会不会被取消 算了也别想了 现在到了目的地了给大家看一看 这可能是我们在土耳其吃的最后一栋这个中餐了啊 也是陪这个小姐姐吃一吃 哎怎么进去啊 好我们现在上楼了啊 然后这边呢 哇这两个小姐姐不要拍到 这二楼人还挺多的啊 啊 来到火锅店了竟然我也没想到啊 那这小姐姐是我先认识的 你为什么要坐在瞧我的位置呢 那你来吧 对对对 别别别别别 我真的想今天晚上好好回去睡觉 不想被打死 在外给你面子 回家就给你 就给你方便便 好好好 呵你看这个还都用中文去点菜的啊 老板是中国人 他们员工的话也会中文 哦明白了 他们员工他也会中文 是我看到了 所以说你们也是经常来这边吃饭吗 呃对 偶尔 偶尔是吧 他之前有一有一段时间 他脸拉暴跌跌到1比3左右 我去 这边没找假 哦这边没找假 这边没找假 我们就天天来吃 吃完后面一下子就找回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久没有听歌了 看啊像来到这边中餐厅的话 就可以喝到热热的菊花茶 尤其是在土耳其这种天气 对吧现在有外面你看一看 下大雪特别冷 这是牛肉炒什么菜啊 我给你煎点啊不我给琪琪煎点 小炒牛肉就吃点 今天晚上不要揍我啊好吧 那男的就算了啊 好吃是吧这个 先放在我的盘子里吧 吃一吃这边的这个 正宗的也不是正宗吧 也半正宗吧 来我们在这边吃个炒菜啊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能在土耳其吃中餐啊 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咱们先不说了吃一个试一试 他这菜好像是香菜还是芹菜呀 芹菜 那就是芹菜 还挺细的 很细哦很嫩 阿老爷不是不是不是 还行 不能用阿老爷对吧 我们都到了土耳其了嘛 两位美女啊 如果谁手疼拿不动 可以让我来喂啊 我没有关系的 啊肉来了 好的谢谢 哇鱼来了 哇鱼来了 鱼来了 鱼来了不是肉来了 这是烤鱼是吧 哇好香啊 这个烤鸡更的可以 这不是烤鸡 手撕鸡 手撕鸡 手撕叫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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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鱼可以 哎呀今天这一顿中餐吃的非常爽啊 沾这个小姐姐的光了 这也是可能我们这个月最后的一顿了啊 因为下面的路程呢肯定是没有 都是土餐 行了我们都来到这边了 我想问一问他们这边里拉暴跌之后 对他们的影响吧 就问两个问题 当然我先请教一下他们能不能问啊 你好 三个问题 你两个问题吗 是当然 好的 我的烤鸡是五千元 没有人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对 通常的烤鸡是四千二百元 四千二百元 四千二百元 但是 烤鸡是我来得到的 我来得到的 哦 所以这你来得到的吗 对 对 是足够的 但是我听到一些人说 那些人说 烤鸡的烤鸡 继续坏 对吗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但是 每个东西都增加了 食物 每个东西都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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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鸡 但是 我们可以留下 哦 我明白 所以 这个意思是 很深入 你的生活 对吗 是 你能够付更多的价格 还是什么 是 哦 谢谢 谢谢 哦 我们刚才大概问了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的话 这个 这个 大哥还挺好的 这个英文我能听得到 听得到 其实呢 我们也是感受得到了啊 因为一直以来 这边的汇率一直在降低 降低 成龙大哥 怎么了 来过这家餐厅 成龙大哥来过这家餐厅 跟他 跟这老板 让我们看一下啊 不是 今天是跟这老板 哦 应该是 哦 还真是啊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 当然这个跟咱们没有关系 我跟你们说啊 就是说 从我来到土耳其 这是第三天了 汇率一直在跌 我第一次取钱 就说是取2000里 是900多人民币 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就每一天都在 就说是人民币 掏得越来越少了 这也不是说什么好事吧 因为说实话 对本地人的影响很大 你我是看着这个 花的钱少了 但其实呢 哦 我的人民币的卡 钱少了 其实我的开销 并没有减少 那还有一个 里拉降低 对于当地的物价 肯定会抬得非常高 非常高 对吧 前两天那个大姐 我这边也说了 哎呀每天都在说这个 汇率的问题 啊 现在稍微一点吵啊 我们待会再下去说好吧 天气有多冷啊 这个都庆祝了 我们都吃饱了 哈喽你吃好了吗 我一般都是吃的最慢的 那晚上酒吧去不去 看你们吧 好好好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事情做嘛 我都会做 关键我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女伴嘛 也实在抱歉啊 不应该莫名其妙把你拉过来 很尴尬啊 我感觉做的都膀腔了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其实就像你说的旅行出来 认识到不同的朋友 而且是出出朋友 对真心的那种朋友 非常不容易对吧 也能够请教很多的经验 那还有一个 我刚才也是问到了这个 就是这个服务的工作人员啊 两个问题 因为当然我的这个英文也很辣啊 没敢好意思再继续问 你身边土耳其朋友多吗 多啊 其实还算是多 那我想问一下啊 你说 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问那个 服务员他们的工资问题啊 嗯 之前我跟一个就是 土耳其女生 其实她还在读书 她属于是做兼职 但她家里面不算是那种有钱的 所以她爸妈除了帮她付学费之外啊 她的生活费都是她自己打兼职的 嗯 然后一个女生她主要是做 她对那个彩妆感兴趣 所以她就是 之前我是在那个Farmer 就这边的一个本土的比较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美妆品牌 我在那里认识她的 哦 那个小女生挺小的 今年才19岁 19岁 嗯 然后呢 她做监制已经做三年 三年监制了 然后就谈到了 我那时候问她一个问题 谈到了就是最近马上要 土耳其要换新的 领导了 对 嗯 然后她就说到 土耳其大部分的年轻人跟中年人 都不喜欢她们现在的这一位 领导人什么 哦 对都不喜欢 然后 我说问她为什么不喜欢 她说没有能力 哦 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们就停下来 嗯 还有一个 那我也想知道 现在土耳其的失业率 失业率高不高啊 这就是你了解的 我 不高 不高是吧 我觉得不高 也不像是外界的新闻说的那样 但是 这边的 你今天我们刚坐那个出路车 有没有发现啊 年纪挺大的 还在开出路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在中国是这种情况 比较少出现 哦 都是为了生活吗 这这边的就是 跟 就是老老老年人上班的那个概率 还挺高的 嗯 很多服务员 刚刚那个服务员年龄也挺大的 哦 然后 可以看到其他的 我上次跟朋友去一个 男士的鞋店 鞋店卖鞋的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年人 做那个销售员 哦 我朋友是个年轻人 他去买鞋 嗯 然后服务态度特别好 就那个男生他是他那个鞋子 嗯 是那个老人跪下来亲自给他 是 就穿的鞋 我我当时就指责我款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个人家一把年纪的 你现在会下来给你穿洗 然后 嗯 这边老人家上班还是多了 哦 明白了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比如说 没有收入 收入压力大 对 刚才 刚才我也听到他说 上租房子呀 什么都一直在说 然后很多钱涨价什么的 涨了特别厉害 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边外国人特别多 人多的话 那那租房需求会大大增加 嗯 然后那些也会实力往上涨 哦 但是 这边的人 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 本身是其他城市的 比如说 一直是安塔利亚 安塔拉呀 然后来这边 寻求更多的那个就业机会 哦 他们来这边 他们是没有房子的 他也是只能找房子 租 跟别人 公寓 然后 然后他们 找的工作都是市中心的 市中心的房子又特别贵 像我那个拖切 那个小女生啊 他每天都要将近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然后去前面一个商场上班 然后每天晚上十点钟下班之后 又原路一个小时的交通工具又回去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自己一个房间 他是跟另外一个女生一个房间 两个人一起学一个房间 就是 也要一千多人民币左右一个月 哇塞 这还是相当贵的 他的工资啊 因为他做的是兼职 工资还不是特别好 谢谢谢谢 了解了 也是我感觉看到了 我在北京时候的样子啊 来回奔波啊 然后为了生活 其实一散播就有点像是那种 就北漂那种感觉 很多年轻人 从世界 从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还有游客啊 来这边玩 所以压力挺大 明白了明白了 反正啊我这种感受是 当初在北京是最深的 从五环 东五环跑到 东二环 就别看是三环 三环啊 真的受不了 太难受了 行谢谢谢谢啊 今天也太感谢你了 今天晚上必须请你喝酒 好不好 好了我们现在 谢谢 我算了我不是说了 Thank you 拜拜 一下子一着急啊 话都不会说了 那我们现在吃完饭 准备走了啊 刚才在聊到里拉暴跌的这个事情呢 我是心里非常有感触的啊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在泰国的时候 人民币暴跌啊 我的钱包 扁了 扁了五分之一左右 花钱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啊 说实话 里拉暴跌 可能对于我们游客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能片面的去看了 对吧 即使他暴跌了 但是他的物价也在相应的去涨 然后呢 我们的支出呢 也不是说看在明面上的那么 哎呀什么都是便宜了啊 对吧 还有一个 今天啊来到这个中餐厅 很多人说啊 我出门 可能是什么中国味啊 不方便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吧 我个人是一个好养活的一个人 走在哪里 不一定非要去找中餐 当地都可以碰到什么吃什么 对吧 我妈说了 我这个人好养活 接下来这视频当中 这个小姐姐不知道跟不跟我去啊 我先把它片一片 哄一哄好不好 然后呢想办法把琪琪打发走 好 视频到这里先结束 记得关注订阅点赞 好不好 谢谢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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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